在基隆市议会议长蔡旺连和副议长林沛祥带领下 议员们高唱生日快乐歌 一起切下六层蛋糕开心庆祝 基隆市议会72周年会庆 并且由基隆市议会议长蔡旺连和副议长林沛祥 亲自表扬资深以及基优的市议会员工 也表彰不再竞选连任的资深议员苏仁和 为名喉舌建设市政的贡献 有目共睹 全体议员都尽心尽力的在问证 全力以赴 督促市政的进步 提升市民的福祉 面对第十九届议员们认真问证的表现 我个人在这里 要利用今天这个场合 给予他们高度的肯定跟赞许 其次要向各位说明的是 本会目前有苏仁和议员 王醒之议员 陈维仲议员等三位 议员他们各自有生涯的规划 今年年底就不再竞选连任 在议会服务期间 我在与他们共事的经验里 发现他们都是非常优秀的名义代表 面对市政的监督 他们都能出现他们专业认证的一面 坚持为民喉舌 理性问证 不怕得罪人 能够顺利连任成功 继续当第二十届 基东市议会的同学 从议事厅离开之后 会踏上另外一个不同人生旅程 大家对于自己未来的目标 都有自己的想法 但是身为我们 身为议会的一份子 那只能说尊重大家的选择之外 还有祝福 那最后面 我知道非算议啊 11月26号大家要选取 那祝在场所有到场的议员们 我们二世界继续当同学 谢谢 基东市副市长林永发 也代表市长林又昌 参加祝贺基东市议会的会庆 我想这都是五位之间 大家共同为基隆而努力 那尤其我们议会 不管在咨询或其他 都是透明化 尤其直播 这个方面让市民非常赞许 而且可以充分了解 这五位之间的共同 为基隆大厅的一个努力成果 第十九届基隆市议会的议员 除了苏仁河之外 包括王显芝 以及陈维仲两位议员 也各自有生涯规划 不再竞选连任 而要竞选连任 已经抽完选举序号的 各区市议员们 则是各自比出自己的幸运号码 互相加油打气 希望延续议会会庆的喜悦和光荣 在今年年底市议员选举中 拿下连任的好成绩 记者吴俊松 吉隆报导 走开车 停转里面